NET SCHOOL 日本語クラスへ ようこそ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ようこそ フーチャンネットスクールへ 大家好 欢迎来到护家网校 我是大家的Kaori先生 象象老师 今天 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 新编日语第十九课的内容 首先 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语法吧 上节课 我们学了两个语法 一个是 のは から です 表示 之所以 是因为 先说结果 再说原因 第二个语法 我们学习了 动词的原型加ことがあります 表示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这节课 我们要来学习新的语法 首先 一起看一下语法二 について 的用法 について 揭许在 体验的后面 表示 关于 什么 什么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インタビュー について 相談しています インタビュー 是 采访的意思 就 有关 采访的内容 进行 商议 好 下一句 今日は 私たちの大学について 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天 我想 关于我们的大学 给大家 做一个介绍 料理について 私は 全然分かりません 关于做饭 我可是 一窍不通 全然分かりません 一会儿就要学到 完全不懂的意思 今日は 公開について 話したいです 今天 我想 说的是 关于 公害 的话题 这就是 について 表示 关于 什么 什么 的用法 刚才 我们看到的这些例子 都是 について 做 壮语 后面 揭许 用言 的用法 其实 について 还可以 做 定语 修饰体验 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它后面 加一个 の について の 什么 什么 比如 公害 について の 本 を 借りました 我 借了一本 有关 公害 的 書 此外 について 后面 还可以 加上 提示 注词 和 或者 も 用来 表示 强调 的 语气 比如 あの方 の 家族 について は 詳しい こと は あまり 知りません 关于 他 家 里 人 的 情况 我知道 的 不是 很 详细 彼 の こと に ついて は 全然 分かりません 有关 他的 事情 我 完全 不 知道 好 我们 自己 来 翻译 两 个 句子 ば 第一句 那是 一本 关于 中国 历史 的 书 それは 中国 の 歴史 に ついて の 本 です 注意 に ついて 后面 要 加 の 才 可以 修士 体验 哦 第二句 关于 留学 的 事 他 一 无 所 知 彼 は 留学 の こと に ついて 何 も 知りません 或者 何 も わかりません 好 に ついて 这个 语法 我们 就 讲到 这里 下面 再 看 一个 跟 他 有 点 像 的 に とって に とって 同样 是 加 在 体验 的 后面 这个 体验 一般 是 人 或者 与 人 有 关 的 名词 意思 是 对 于 什么 什么 来 说 后 象 借 的 是 一 种 评价 比如 这 对 我 来 说 太 难 了 那 对 他 来 说 很好 好 我们 来 看 一つ ば これ は 私 に とって 大 切 な もの です 大 切 大家 还 记得 吧 重要 的 这是 对 我 来 说 很 重要 的 东 子 それ は 彼 に とって いい チャンス です チャンス 机会 那 对 他 来 说 是 个 好 机会 人 に とって 何 が 一 番 大 切 です か 对 于 人 来 说 最 重要 的 是 什么 呢 みな さん は どう 思 います か 大家 觉得 最 重要 的 是 什么 比如 说 健康 健康 幸福 幸福 还是 夢 梦想 多分 答え は いろいろ です ね 好 那ま に とって 後面 也可以 加 わ 或者 も 来 表示 强 调 比如 この 問題 は 三 年 生 に とって も とても 難 しい の です 这个 问题 啊 对 三 年 级 同 学 来 说 也是 非常 难 的 好 那ま 接下来 我们 自己 来 翻 译 两 个 句子 吧 第一 句 漢字 对 中国 人 来 说 很 简 单 漢字 是 漢字 漢字 は 中国 人 に とって とても 簡 単 です 当然啦 实际上 对 我们 来 说 漢字 也 不是 很 简 单 好 我们 来 看 下一 句 这个 问题 对 一 年 级 学 生 来 说 太 难 了 この 問題 は 一 年 生 に とって とても 難 しい です 好 这个 语法 我们 就 讲 到 这里 再来 整理 一下 について 是 关 于 什么 什么 而 に とって 是 对 什么 什么 来 说 不要 把 两 者 搞 混 了 好 我们 来 看 下 一个 语法 并列 主 词 太 里 太 里 的 用 法 首先 看 一 看 它的 接 序 方 法 太 里 这个 他 是 表示 过 去 式 的 他 所以 它 前 面 要 接 序 的 都是 过 去 式 我们 来 回 议 一下 过 去 式 的 简 体 都是 什么 形 式 吧 首先 是 体 炎 的 过 去 式 体 炎 加 だった 那 たり 呢 就是 体 炎 加 だったり 形容 词呢 把 词 尾 的 一 去 调 变 为 か だったり 形容 动 词 和 体 炎 是 一 样 的 也是 だったり 动 词 应该 用 动 词 的 连 用 形 二 也 就是 て 形 式 的 て 加 上 たり 如果 词 尾 是 ぬ ぶ む 还有 く 就 要 变 成 だり 好 解 绝 方 法 大家都 没 问题 吧 如果 还有 不 熟 的 同 学 回去 先 复习 一下 过 去 式 的 说 法 好 接下来 我们 再来 看看 たり たり 用 在 什么 样 的 句 形 当 中 如果 解释 的 是 动 词 我们 要 说 成 たり たり し ます 而 如果 解释 名 词 形 容 词 形 容 动 词 的 时候 要 说 成 たり たり です 此外 たり たり 还 可以 加 の 加 体 炎 做 定语 说了 这么 多 我们 还 不知道 这个 句型 是 什么 意思 呢 下面 就 来 看看 它的 含义 第一 个 意思 它 可以 表示 列 句 比如 什么 什么 比如 什么 什么 我们 来 看看 例子 夏 休 明 に 海 で 泳い たり 山 に 登 っ たり 好き な 本 を 読ん たり し て 過 しました 暑假 我 去 海 边 游泳 去 登 山 读 喜欢 的 书 就是 这样 度 过 的 其 中 游泳 登 山 和 读 书 都是 暑假 当 中 做 的 事 这里面 只是 举了 这 几 个 例子 再 看 一句 昨日 公園 行き まし た 公園 で 写真 を 撮っ たり 散歩 し たり し て とても 楽 しかっ た です よ 昨天 我 去了 公園 在 公園 照照相 散散步 十分 开心 这 就是 たり たり 表示 举例 的 用法 同 样 的 用法 还 可以 使用 と か と か 大家 还 记得 吗? とか 应该 怎么 揭 序 呢? 它 揭 序 的 是 动 词 的 中 止 心 比如 第一句 话 如果 用 と か 来 说 就 要 说 成 夏 休み に 海 で 泳ぐ と か 山 に 登 る と か 好き な 本 を 読む と か し て 過 し まし た 总 知 在 这个 意思 上 たり 和 と か 是 可以 互 換 的 不过 たり 还有 第二 种 用法 它 可 表示 动 作 或 状 态 的 反覆 又 怎么样 又 怎么样 时 而 怎么样 时 而 怎么样 我们 看看 例子 部屋 の 中 は 暖 か かっ たり 寒 かっ たり です 屋子 里 一会 热 一会 冷 表示 状 态 的 反覆 变 化 この 頃 天気 は 良 かっ たり 悪 かっ たり です 最近 的 天気 時 好 時 壞 山 に 登 って いる 間 は 晴 れ たり 曇っ たり の 天気 でし た 登山 期間 天気 時 晴 時 音 這裡面 是 たり たり ほし の 加 体 炎 的 用法 再 看 一個 名 詞 的 例子 休み の 日 は 土 曜 日 だっ たり 日 曜 日 だっ たり です 休息 日 有 的时候 是 周 六 有 的时候 是 周 日 最後 再 来 看 個 動詞 的 例子 吧 車 が 激しく 行 たり き たり し て い ます 什么 叫 行 たり き たり な 来 来 去 去 这 句話 是 形容 街上 車 水 马 龙 川 流 不 虚 的 景象 好 我們 自己 使用 たり たり 來 翻譯 幾句話 吧 第一句 週日 讀 讀 書 看看 電視 聽 聽 音樂 日 曜日 に 本 を 読ん だり テレビ を 見 たり 音楽 を 聴 いたり し ます 下一句 老 師 時 而 温柔 時 而 嚴肅 先生 は やさしかったり 厳しかったり です 這 夫 陣 時 而 熱鬧 時 而 安靜 この あたり 或者 この 近く は にぎやか だったり し つか だったり です 一定要 注意 たり 的 接叙 是 過去 史 好 這個 語法 我們 就 講 到 這裡 みなさん 練習 の 時間 です よ ちょっと 練習 しょうね みなさん 練習 の 時間 です よ ちょっと 練習 しょうね みなさん 練習 続いて 見 日 久 日 頒 天 日 等 みなさん 練習 尚 愛 沙律 みなさん 練習 尚 吼 半 延 時間 二日 久 吼 半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之前打电话通知了对方 睡觉之前必须要洗脚 好,再来看後で 它要接在动词的过去式后面 当然,如果是名字的话 也可以用名词加の加後で 这个句型表示的是 做什么什么事情之后 因为前面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要用过去式 这个大家不难理解吧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ご飯を食べた後で勉強します 吃完饭后学习 牛乳を飲んだ後で寝ます 喝完牛乳之后睡觉 休業の後で来てください 下課後,请过来一下 好,我们来翻译两个句子吧 第一句 睡觉之前先去个厕所 寝る前にトイレへ行きます 第二句 妈妈经常吃完晚饭之后 看电视 お母さんはよく 晩御飯を食べた後で テレビを見ます 好,这个是前に和後で的用法 顺便再补充一点 之前我们还学过表示动作先后顺序的 てから 大家还记得吗 那么てから和後で有什么区别呢 てから是强调动作的次语 而後で只是单纯的表示时间上的先后 比如这个句子 二十歳になってから お酒を飲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到了二十岁才能喝酒 这里面是强调 必须先到二十岁才可以喝酒 强调这两个动作的先后次序 所以要使用てから比较好 另外 如果这个句子的前后主语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atで 但是不能使用てから 比如 先生が書いた後で 奥さんから電話がかかってきました 老师回家之后 老师的夫人给我打来了电话 前后的主语是不一样的 这个句子不是说 老师必须先回家 然后师母再打来电话 而只是客观的陈述一个事实 这两件事的发生 只是有这么一个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所以可以使用atで 但是不能用てから 皆さんわかりましたね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语法 全然ない 首先 副词全然 是有汉字的 汉字写作全然 通过汉字 我们就可以明白它的意思 就是完全的意思 一般来说 他要接续否定 表示全面否定 完全不怎么怎么样 一点也不怎么怎么样 比如 私は あの人が 全然好きじゃありません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人 我非常讨厌他 私は お酒は全然ダメです ダメ 是 不行 做不到的意思 那 お酒は全然ダメ 就是说 我喝酒 一点也不行 我一点也不能喝酒的意思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 私は全然興味がありません について 刚刚学过了吧 关于 关于那件事情 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私は全然 熱いとは思いません 我一点也不觉得热 好 这就是 全然的用法 那么 在日语当中 还有哪些词 也表示 相信的意思呢 老师 给大家补充几个词 比如 少しも ない 一点也不 怎么怎么样 ちょっともない 也是 差不多的意思 还有 さっぱりない 全くない 以及 我们以前学过的 数量词 加 も 加 ない 的用法 都可以表示 全面否定 以后大家 会逐渐的遇到 最后 还要再补充一点 尖尖 在语法上 虽然被要求 后面一定要加 否定 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 特别是 口语当中 日本人 也会把它 用在肯定局当中 表示 完全的意思 特别是 一些年轻人 喜欢说 全然大丈夫です 完全没问题 全然いいです 完全很好 非常好 全然綺麗です 非常漂亮 大家以后 听到这种说法 也应该明白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 我们在写文章 或者是 做考试题的时候 还是要按照 语法的要求 把尖尖 用在否定局当中 皆さん わかりましたね 好 最后 我们来翻译 两个句子吧 第一句 老师的话 我完全听不懂 先生 先生 の話 は 全然 わかりません 或者全然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下一句 考试一点也不难 試験は全然難しくありません 或者難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好 今天的语法就讲到这里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ちょっと練習しようね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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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我们一起进入前文部分的学习 先个老师 一起朗读一下前文吧 最近 中国へ来る留学生が増えました 私たちの大学には 今 アメリカ 日本 イギリス フランス ドイツ カナダなど 10数カ国から来た留学生が 250名ぐらいいます 今日は 大学新聞の記者をしている 理さんが 留学生に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ました 留学生の多くが 中国へ入学生の多くの人生が増えたのです 中国へ留学生の多くの人生が増えたのです 中国の文化に興味があるからです 生活環境については 安全だからいいと答えています もちろん 騒音や 公害などの問題がある という人もいます 彼らは中国へ来てから たまに病気になることもあります そういう時には病院へ行ったり 大学の医務室で手当を受けたりします 留学生は 中国人の友達が 大勢いますから 普段は よく中国語を使っています ですから 言葉の違いは 彼らにとって あまり大きな問題ではありません 好 最近来中国的留学生增加了 在我们的大学里面 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 一共大概有250人左右 今日は大学新聞の記者をしている李さんが留学生に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ました 这里面有一个短语 記者をしている 職业加をしている 表示从事某种職业 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 比如通訳をしている 担任口译 教授をしている 当教师 記者をしている 担任記者 那么刚才那句话 就是说 今天任校报記者的小李同学 采访了几位留学生 留学生の多くが中国へ留学しようと思ったのは 中国の文化に興味があるからです 这个句子 使用了我们学的第一个语法 之所以 是因为 大多数的留学生 之所以 想来中国留学 是因为 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 留学生の多く 这里面 多く 是名词 指的是 留学生当中的大多数人 对什么感兴趣 要用 何々に 興味があります 生活環境については 安全だからいいと答えています について 关于 关于 生活環境方面 留学生们 回答道 中国 很安全 所以 很好 もちろん 騒音や 公害などの問題がある という人もいます 当然 也有人说 存在着 噪音 和 困害の問題 彼らは 中国へ来てから たまに 病気になることもあります 这里出现了 ことがあります 这个句型 前面揭示的是 动词的 原型 也就是说 它的意思是 有时会生病 てから 表示 什么什么之后 留学生们 来中国之后 也会遇到 生病的情况 那么 这句话 如果说成 病気にな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す 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们 曾经 生过病 好 下一句 その時 病院へ 行ったり 大学の 医務室で 手当を 受けたりします タリ タリ 在这里 表示什么意思呢 是 列举 还是 状态的 反复 这里 应该是 列举的意思 当 留学生们 生病的时候 他们 应该 怎么做呢 要么 是 去 医院 看病 或者 是 在 大学的 医务室 接受 一些 简单的 治疗 留学生は 中国人の 友達が 大勢いますから 普段は よく 中国語を 使っています 因为 留学生们 都有 很多的 中国朋友 所以 平时 会经常 使用中文 ですから 言葉の違いは 彼らにとって あまり 大きな問題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にとって 对谁 来说 所以 語言上 的差异 对于 留学生们 来说 并不是 一个 特别 大的 问题 好 前文的 内容 就讲到 这里 みなさん わかりましたね 下面 我们来 回顾一下 本节课 所讲的 几个语法 我们先 讲了 にちで 的用法 他 加在 体验的 后面 表示 关于 什么 然后 又 讲了 にとって 同样 是 接续在 体验后面 表示 对谁谁谁 来说 后面 接 表示 评价的 句子 接下来 我们又学了 并列著词 たり 他要 接续 过去史 可以 表示 列举 也可以 表示 状态的 反复 出现 然后 我们又 学习了 前に 後で 的 用法 要接续 动词 原形 表示 做什么 事情 之前 而 あとで 要接续 动词的 过去 事 表示 做什么 事情 之后 最后 我们学了 全 全 全 内 表示 全面 否定 的 用法 好 今天的 作业 第一项 是 复习语法 第二项 背诵 前文 第三项 语习 剩下的语法 以及 绘画部分的内容 それでは皆さん 今日の授業はこれで終わります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またね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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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